我覺得台鐵運安這個問題 其實它是一個總體的表現 那台鐵目前正在於談改革 我覺得能夠公式化是非常好 如果只是希望說 台鐵公式化以後 所有的問題就沒有了 沒有這麼簡單 台鐵每天開出上千班列車 每日服務的乘客人數 高達六十四萬名 這十五位 總計有1.4萬名員工 在崗位上各司其職 但近年來這百年老店 卻屢傳重大事故 鐵路幾乎是可以看到零事故的 因為鐵路系統基本上 它是三個東西鑄起來的 一個是路況 一個是車況 一個是駕駛 我剛進來台鐵的時候 是民國87年三月 我剛進去的時候 人數是1600多個人 算人數很多 那當我離開台北機場的時候 人數已經變成700多 台鐵向來以試圖制傳承關鍵技術 但從1997年到2007年 台鐵卻有整整十年 停招新進人員 試圖是有一個好處是 師傅會做給你看的 P2s放不下呢 P2s放兩輛就好了 我們這兩輛不要的車啊 雖然新進人員 他們可能學識很好 可能S5也讀得不錯 但是面對實際操作的時候 確實是有經驗 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技術 備受考驗之外 讓台鐵運安問題 蒙上隱憂的 還有票價問題 明明泰魯閣號 跟普悠馬號的服務水準 怎麼看都比這架號高 但是你一定要求 它的票價是一樣的 當然所有的人 所有的消費者 都要去買泰魯閣號 普悠馬號的這個車子 那它的車輛就不夠 它要拼命地去用 拼命地滿足民眾的要求 它後面的維修就會受影響 自動駕駛裡面 其實最重要功能就是煞車系統 煞車系統是像我們副駕駛一樣 它不駕駛 看到危險它就幫你煞車 因為運安的問題 包括你的設施設備的好壞 你的營運 維修 這些東西整個在一起 我不覺得是自動化就OK 學者更指出台鐵目前針對運安的空間規劃問題不小 所以我們現在的營運空間 我們都是固定的 我們固定比賽 我再不超過多少 不超過幾公尺 其實不是 你今天車速 假如這段的車速 你要抵升 對不起 所有的安全空間 全部要放它 2028年預估台鐵負債累計將高達1879億元 台鐵這百年老店能否化危機為轉機 這麼多年來百年老店前面出了不知道多少大事 重大的運安的事情 換個局長就好像沒有失了 這個東西都不對了 國營事業就是主管單位跟台鐵要變成一種命運共同體 主管單位跟業者花很大的力氣 它該有的利益 我都要把它相互配合把它開發出來 讓它能夠在財務上永續 如果政府真的重視把它變成一種火車頭產業 裡面有很多新的技術 新的東西的要求 我跟你講年輕人一定才 一定永遠地加入